Hello大家好 單凡來澳門玩的遊客 免不了都會買幾盒手信 回去愧震撐油 信到證明曾經來過澳門玩 不過近年越來越多標榜澳門手信產品 在內地隨處可見 但不少牌子根本未曾在澳門出現過 部分甚至無認澳門老字號去騙內地人 相關食品品質參差可謂影衰澳門 據廣東法院網昨日公布多個大安區知識產權保護案例 其中澳門知名手信店巨記 被珠海一間公司叫珠海澳人島模型品牌出售假貨 經透過法院起訴 判決這兩間內地公司侵權成立 需要賠償巨記50萬人民幣 案情指澳門巨記成立在2003年的澳門老字號企業 在內地享有巨記、巨記餅家等多個註冊商標 並使用在餅乾、肉乾等商品上 在澳門主要生產銷售杏仁餅、燒肉乾等商品 而無沖人的是珠海無人島公司 是一間2006年才成立的廣東珠海貿易公司 這間公司聯合一間叫廣州標記商行 未經許可善自出售印有巨記、巨記食品有限公司 飼養的牛肉棒、杏仁蘇這些侵權商品 並標著大陸總代理是珠海澳人島公司的飼養 這些侵權商品由香港巨記食品有限公司生產 澳門巨記當然要告他 並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和維權費用 結果珠海市中級法院判出 要求他們立即侵權賠償澳門巨記50萬人民幣 其實在內地侵權的事件經常發生 只要你的品牌響一點都會被人侵權 例如香港的普怡眼鏡 起訴武漢一間叫翁正眼鏡 侵權商標 國際大板牌更多 像那隻波鞋New Balance 內地有一間新百輪福建 擺明抄到十足 高贏了 但波鞋一樣是賣淘寶 百多元一對 樣子抄到百分百 不過穿著就知道不舒服 沒辦法 內地有很多這些侵權 好,這集就看到星期一 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尾 大家支持下集見 大家支持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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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